电影里头的哈利波特里面有一个分类帽 为先生戴上帽子之后 学生就会用人格取向来决定要进入哪一所学院 而平正的一新国小 也为学生戴上了脑波仪 透过脑电波的反馈来评浪孩子的学习取向 有助于让老师和家长了解 提供更适性的教育方式 电影哈利波特里面的分类帽 能够为学生决定进入哪一所学院 而现实生活中也真有类似的检测方式 能够了解学生的人格取向 那你觉得三种职业里面你最想要做什么 会计师 会计师啊 为什么 平正一新国小是桃园智慧校园示范学校 四年前学校添购脑波仪 建置脑波教室 为学生检测脑波 透过分析数据 了解学生的人格类型 是具权威的守护者 或是才华洋溢的梦想家 还是努力工作的建筑师 或是活风乱跳的开心果 比较有创意 像绿脑啊 蓝脑这方面的 那他可能有一些东西 在上课的时候是天马行空的 那我觉得 老师跟家长比较能够去理解 他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方式 人格特质大致分为黄蓝绿橘四种脑色 代表着不同的人格特质 在小一的时候会为新生检测一次 毕业时还会再检测一次 作为未来发展的参考 这项分析有助于让老师与家长 更加了解孩子 能够提供更适性的教育方式 有助于提升学习的成果 毕业之后呢 我觉得让他做一个测试 让孩子跟家长 又有不一样的一个方式 就可以了解他的学习的一个脉络 除了帮孩子的大脑做测量 还能以科学的方式训练专注力 不同的灯色代表着情绪 放松程度与专注度 透过灯色让孩子知道自己的状态 进而训练自我 一心国小认为 要让天赋自由 让天赋发光 就应该尽早找出孩子的优势 在人生起点能够适性起航 未来也能够展露光芒